中国中央国务院周末印发了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意见指出 党和国家做出兴办经济特区重大战略部署以来 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 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绩 已经成为一座充满魅力 动力 活力 创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以前确定了深圳的战略定位 即高质量发展高地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在构建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上走在全国前列 法治城市示范 用法治规范政府和市场边界 营造稳定 公平 透明 可预期的国际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 城市文明典范 民生幸福标杆 可持续发展先锋 意见提出的深圳发展目标是 到2025年深圳经济实力发展质量 继身全球城市前列 研发投入强度 产业 创新能力 世界一流 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 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建成现代化 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到2035年 深圳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国典范 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 世界领先 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 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到本世纪中叶 深圳以更加昂扬的姿态 屹立于世界先进城市之林 成为竞争力 创新力 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 意见要求深圳要率先建设 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研究完善创业版发行上市 再融资和并购重组制度 创造条件 推动注册制改革 支持在深圳开展数字货币研究 与移动支付等创新应用 促进与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和金融基金产品互认 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上 先行先事 探索创新 跨境金融监管